亚马逊海牛约八成的食物来源都是水面上的浮连 据估计一只成年的海牛每天要吃下十几公斤的食物 每年的雨季 这些水浮连都会以成倍的速度生长起来 这种水生植物可以在短短几周的时间里覆盖住一片水域 对于亚马逊海牛来说 这是再好不过的食物了 和其他的哺乳动物一样 它们也会在食物丰富的季节里疯狂地进食 以此应对食物匮乏的旱季 只不过水浮连的营养价值很低 海牛只能从中摄取到一半的营养物质 另一半则会直接排出体外 海牛的粪便在某种程度上也滋养着这片河流 甚至维系着其中的生态系统 它们为河流增加养料的同时 也催生了大量的浮游生物 但是这种食物丰富的日子维持不了太长的时间 随着旱季的到来 亚马逊海牛的食物开始变得异常稀烧起来 曾经繁茂的水浮连也已经消失了 好在它们在雨季里储存了一定的脂肪 这能够帮助它们度过食物匮乏的旱季 很难想象海牛的分娩也是在旱季里 不光没有食物 而且还要补育自己的幼崽 一切都要依靠体内微薄的脂肪层 事实上 虽然海牛身体看上去肥胖而又臃肿 可实际上却没有多少脂肪 雌性黄龙猴的育畜工作 相对于海牛则是轻松一点 黄龙猴也叫黄成柳猴 它们的个体非常小 只有几十厘米 体重在一公斤左右 通常情况下 黄龙猴每一次生产都是双胞胎 虽然刚出生的幼崽很小 但是架在一起也有黄龙猴一半的体重 要想带大两个孩子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这只雌性黄龙猴为了能轻松的育畜 在五个月之前就开始布局了 这个带着紫珠的雄性是他名义上的丈夫 除此之外 还有这只带着红珠的雄性是他的情夫 两只雄性各带一个孩子 这能够让他安心地去觅食 除了这两只雄性外 事实上还有第三个雄性黄龙猴 在发情期的时候 这只雌性黄龙猴分别和他们约会过 这三个雄性都不确定 究竟自己是不是孩子他爹 但是只要孩子有可能是他们的 就有必要去照顾孩子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